讲的那个老大哥五个核报 真的不用怕 真的不用怕 这很早以前的 而且我告诉你 选举的话最不及欺侣 你的家里面你的家庭 外面的一些人干什么 没有 如果选举 今天是因为打这种东西出来的话 我瞧不起这些人 对不对 所以你免惊 没关系 为什么你知道 那你韩国瑜自己自爆都来不及的 你还怕人家丢核报 对不对 你今天刚才讲过说总统 国防外交是你的权责 对不对 你今天去讲潜见国照这种事情 你不知道 我就常常跟你讲 你没有尝试你要看电视 对不对 新闻之前已经讲过了 2016年海军总监黄曙光上台之后 他已经什么首度正式编列这个预算 而且2024年6到8艘的潜见要下水 2025年正式成军 对不对 中山科学研究院跟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话 已经有这个合作案 还告诉你整套的 我试到你会比赛为止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说这个不可能 而且你说什么造航空母舰 登陆月球一样不可能 这位不是你们说的 你们不是说你今天如果还不相信征服宇宙的话 你就是草包 是啊 到底谁是草包 征服宇宙 你连月球上不去的话 你想征服宇宙 你不是在说的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这个听听就算了 那你说那个宋伟丽好 你去宋伟丽这个场合你去讲这些东西的话 基隆是一个港口嘛 台船在这边至少有他的那个办公室或者是一些码头什么东西 那你今天讲这种东西你不是得罪台船嘛 所以宋伟丽马上跳出来讲说 不是哦 不是潜建国家的问题 是潜建产业园区 你要搞清楚 这不是说什么这些不可能什么 那为什么宋伟丽他会马上急 我就跟你讲说现在宋伟丽的情况 对照到很多蓝营的那个立委候选人的身上 我今天我要韩粉的票对不对 因为韩粉很强烈嘛 很强他每个地方都有韩粉嘛 对不对 你整家韩粉你城市不足就败事就有余啊 所以我要你韩粉的票 韩国瑜你来帮我带一些韩粉来 帮我来站台或干什么 尤其是蓝大鱼绿的选区嘛 一定是要接踪韩国瑜嘛 可是你韩国瑜来了之后又怎么样 说那有的没的 你只要一放炮一讲错话的话 你看这个台船工会整个都倒过去 都没人要插蜜了 对啊你那些中间的浅蓝的都跑光了 所以现在就变成 你对这些蓝营的候选人来讲说 韩国瑜没输成像 定一拳四拨拨拨 你到底要不要他来 对不对 来了讲错话还说是我说的 对啊那其他人如果在那个蓝绿选区 蓝绿支持者各伴的情况下 那不是立头车的 赶人赶死命 谁还会找你韩国瑜来 还管你韩国瑜选不选总统 对我来讲 对那些立委人来讲 候选人来讲已经不是重点了啦 那为什么韩国瑜你说 刚才我们讲说他豪宅那个房子 吵不完 对他一直讲 大家吵 载人一吵 我不是强调说你呼吁他说 你礼拜六礼拜天你就一次想清楚 为什么不出来讲 选真现在六十天了啦 对不对 他不愿意再陷入任何一个泥绕之中的 对不对 我干嘛还跟你去解释 白黑白有的没的 六十天吃到就帅了 对不对 他今天就是这样 我要继续大鸣大放 我四个棒四个共 对不对 反正剩六十天了 我讲的爽就这样 可是你越讲 就越谢你的秀你的下限 告诉人家说 我就是没料嘛 我想起来以前有一个美国人说 他要选美国总统 对不对 他那时候就觉得说 那时候问题最大就是温室效应 就是为什么每年气温一直往上升 要怎么解决 你政府是不是要什么限 限什么东西 怎么燃烧啦 什么东西有什么没有 对不对 让温室效应让气温降下来 这个人那时候他讲说 还不简单 你这些专家学者 全部给我去撞墙算了 这个太简单了嘛 那所有人就吓到说 专家学者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这个总统候选人进来 一句话说很简单 他马上解决 大家觉得说很震惊 听话没什么 他竟然说什么 我当了总统之后 以后全美国的温度计 不用踩华士 全部用摄氏 马上下降40度的 多厉害 你韓国一些方式不是 就跟这个人一样吗 对不对 我总总统 做总统要怎么办 草包都在挣